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雕塑了作品 时间雕塑了我 我从事艺术30年左右了 从事雕塑也有算起来 有28年 从一开始接触雕塑 到在法国获大奖 只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10年看是短 但是在10年中付出了很多很多 在这之后的10年 那就是不断地实践 不断地积累 再学习 再实践 再往后接近10年的时间 那就是把这些经验 这些积累 再通过艺术表达的方式 给它释放出来 绽放出来 我搬到苏州之后 一直在云南新的创作 当苏哥当中找到我的时候 先说了这八个字 漫工细量 诗光之味 得到这八个字之后 我觉得辣梅就是它这个特点 所以第一件就是辣梅001号 我觉得一定要表达出这种诗光的感觉 诗光它是凝重的 但是它又是优雅 在一件作品里要把这些全给我传达出来 能够传达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观察了好多好多辣梅 包括我工作室我也种了树 我把这个 甚至把树移植到我的工作 大工作间中我天天看 然后我选取最好的 最好的片段收集素材 之后经常再创作 那些花瓣漂浮在水面上 其实创造这种意境 就让人感觉到时光 时光形成了画面 时光引起了人的思考 时光产生了意境 产生了尝试 产生了品味 作为辣梅来讲 它有一个自身的特点 新的辣梅开花并不香 也不够艳 往往它要一定的年份 所以这里边的木头 我做了五圈年轮 一圈代表十年 我想这样的时光是比较合适的 比较符合辣梅的气质 雕塑就是需要时间 你再高的技巧 再高的记忆 如果没有时间的积累 那么你也是平庸的 雕塑是一门与时间对话的艺术 我们每个人都特别勇敢地重复别人的生活 就从来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该怎么做 辣梅就是 它不重复别人的植物的开花的季节 开花方式 它就算没有开花的时候 它是绽放了 这种绽放无意义是特别经验 特别感人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